李彦宏 交通智能化是保持城市竞争力的必有之路 10月15日消息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发布文章做智能车 走智慧路推动交通领域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他谈到解决交通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 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应该能够有效的解决拥补问题 现在大城市常见的限购现行政策 有望在5至10年内取消 小到交通信号灯的控制优化 大到搭建城市交通智慧大脑 从公交到地铁 从公路到港口 交通各行业 各领域都在展开智能化尝试 局部效率改善比比皆是